第27章 我与长安相见欢 天下第一雄城 长安 自然不是浪得虚名之北 因为这座城池实在是过于巨大 帝国竟是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开了十八个城洞 可即便如此 每天进城出城的达官贵人和百姓们 依然不时把这些城洞堵塞 在关道上排起极长的队伍 宁缺和桑桑排着漫长的队 一直等到时间真的快到黄昏 才挤到城门洞处 看着那些满脸严肃 仔细翻捡行李包囊的军士 挤得满头大汗的宁缺 忍不住联想起了某个世界京城的大堵塞景象 摇头笑骂了两声 他骂的声音很小 周围的长安本地居民则是骂的声音特别大 大唐帝国民风淳朴又飘悍 对于那些看似严肃的军士还真没有几个人害怕 不过也没有谁敢无视帝国森严法律就这样闯过去 终于轮到了宁缺和桑桑两个人 军士接过他递过去的军部文术 发现这个少年居然是同袍 而且在前线立下了不少军功 脸上严肃的表情顿时变得温和了很多 但他的目光落到宁缺背后斜戳向天的三把刀柄时 又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嘿嘿 这是家传宝刀 先祖曾经有交代 宁缺小心翼翼地解释道 行了 是不是刀在人在 刀毁人亡 君士无聊地看了他一眼 挥手轻蔑说道 这种话我每天要听个八百遍 小家伙你就省省吧 把包裹解下来 这么小俩家伙扛这么大包裹 你们这哪是像来考学 感觉就像是搬家呀 他转头望向桑桑背后的那把大黑伞 猝着眉头问道 这是什么伞 怎么这么大 桑桑背过手去握住大黑伞的中段 仰着小脸冷冷看着这名军事说道 伞在人在 伞亡人亡 军事望着这个小黑丫头 竖起大拇指赞道 嗯 这说法有新意呀 宁缺在旁边截着包裹的细带 青色的面容上满是苦笑 心想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自己知道 桑桑这句散在人在 并不是玩笑话 而是真的 大包裹里有些被褥毯子 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唯一值得特别注意的 就是那把黄羊硬木公 还有那几筒羽剑 军事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脸色微微一变 长安的城门洞 长且阴暗 城内那面的出口很远 看上去像是个会发亮的小洞 隐约能够看到一轮夕阳在远方落下 红色的光线斜斜洒了进来 却静慢不到多远 便被阴暗嘈杂所吞噬 宁缺和桑桑随着人们向那处走去 桑桑吃力地颠了颠身后沉重的包裹 让细带在肩上的位置更舒服些 好奇地问道 少爷 长安人都像那个军爷一样画牢吗 嗯 差不多 宁缺回答道 这全天下的财富全市都集中在这座城里 长安人 难免骄傲些 可越骄傲 他们表面上就越对外来的人客气宽容 因为他们要表现自己的风度 而且 嗯 他们确实是群很有风度的家伙 可是呢 有骄傲不表现出来 换谁都会憋得慌 那长安人怎么办 他们说话 从马车行到布衙门子 所有长安人都极擅长闲涝 上到皇室密闻 下到青楼异室 仿佛天底下就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事 当然 他们最喜欢的 就是一种以云淡风轻的口气 去说天下诸国或者大唐诸郡的战争人士 好像他们每个人都是宰相一般 桑桑咯咯笑出声来 这表明他被宁缺这番话 逗得确实很开心 先前在城门洞里被检查 没有出现刀毁人亡的惨烈画面 大黑伞现在背到宁缺的背上 宁缺背上的三把刀 则是被收进了包裹中 那把黄羊硬木工也下了弦 完成了这些之后 那位化劳的军士便把他们放行 没有做任何刁难 旁人上武 要他们手头没有几把衬手的家伙 这比要了他们的亲命还痛苦 所以帝国对这方面的管制 向来很宽松 长安城内允许配剑 但不可以配刀 允许持有弓箭 但弓箭必须下弦 禁用军弩 除此之外便再没有任何限制 至于你走进城后 会不会偷偷把弓弦上好 把刀再拿出来 没有人会管你 长安府不会管 军部不会管 就连深宫中那位皇帝陛下都不怎么关心这些事 宁区二人习惯了边塞生活 未成每到夜里 除了酒馆之外 便再也看不到任何灯火 除了君族们的赌博声 便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所以牧师进入长安城 他们本以为会看到一座安静江睡的城池 却没有想到 入夜的长安依然是无处不热的 满街灯火把平坦的青石路面照耀得有如白昼 街上行人如枝 或驻足摊钱 或指星看天 驻足摊钱的男女应该已经在一起 而指星看天的大约才刚刚开始勾搭的过程 唐人的穿着 尤其是长安城里唐人的穿着 都偏简单 朴素 一身锦绣短衫平履显得格外利索 偶有广袖男子 袖口也结得极短 双手垂在袖外 应该是为了方便拔出他腰间翘中的利剑 有穿着青衫的男子 配件而行 长须在夜风中漂浮 看上去就像是个不适的剑客 然而看到接盼有杂耍 那人也会停下来和一群大姑娘挤在一处 瞪着眼睛紧张地看着 然后拍红了手掌大声叫好 可当杂耍一人要收钱时 他又回复了不适见客的冷酷模样 意思是说要掏铜钱那等阿扎物是断断不能的 长安女子的打扮也很简单朴素 换个词就是叫清凉 再换个词大概便是裸露 在这春日初暖时节 街上看到的妇女少女竟都是将手臂落在沙龙袖外 更有些妩媚少妇竟是大胆地穿着抹胸上街 胸口那片白嫩煞是引人注意 街道上 坦着胸口的蛮人细着酒囊 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带着赤帽的越伦国官员 捋着胡须熟门熟路地穿梭在各酒寺青楼之间 南进的商人在楼上以澜观星饮酒 不时将故作豪迈的笑声传到街上 不知何家宅院又传来一阵丝竹声旋律悠扬 整个世界的财富风流与气度仿佛都集中到了长安城中 热烈地令人兴奋 浓郁地令人陶醉 壮阔和温柔依未并存 刀剑与美人相互辉映 宁缺牵着桑桑的小手 心神摇曳行走在这片灯与人的海洋之中 那副正然赞叹的模样像极了乡下来的兄妹 画眉的清雀头戴 土脸的香利迎碟粉 玉簪粉和珍珠粉 那个叫玫瑰膏子的东西是胭脂吗 那个小瓶就是传说中的花露水吗 被宁缺牵着手的桑桑瞪大了那双柳叶般细长的眼睛 看着街边摊上瓶瓶罐罐 觉得有些走不动道了 有个小娘子腰枝摇曳 在前方走着 那群居下风盈的臀儿怎么这般弹 有梳着垂尾辫的青春少女 咯咯笑着从身旁挤过 那淡淡体系怎么像兰花 那些在摊盘随着男人挑选花枝的魅力少妇 你为什么要抛媚眼 难道是觉得那些少年有些可爱 宁缺牵着桑桑的手 开心地看着四周 浑然不济的幼年时的长安 竟是如此风景别致的地方 觉得自己也有些走不动道了 走不动道了 那便慢慢走着 街道终于变得清静了起来 然而还没有等这两位编程来客 稍微平静些放松的心情 只听得前方不知道是谁 一声大喊 呼啦啦从四面八方 不知涌出多少长安百姓 把某个方向的街角堵了个严严实实 嘿 看嘿 决斗了 隔着黑压压的人群 隐约能够看到 两名腰间佩剑的男子 正仇恨地盯着对方 两个人的右袖都被剑割下了一片 扔在两人间的地上 世界变得安静了下来 所有看热闹的民众 都紧紧地闭上了嘴 保证决斗的公平性 深入每个唐人的血脉之中 即便是看热闹 也要有看热闹的规矩 决斗的规矩是割袖 代表挑战 如果你接受 就把自己的袖子也割下来一块 宁缺牵着桑桑的手 向人群外挤去 向他解释道 这种决斗叫活局 只要分出胜负就好 还有一种不死不休的决斗 叫做死局 需要经过官府确认 死局的挑战者 要在自己的左手掌里割一刀 如果对方接受 也要做同样的动作 那能不能不接受 桑桑问道 当然可以 宁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拍了拍桑桑身后那个大包裹 确认没有小偷光顾 继续说道 只不过 有时候的人 尤其是男人 很容易变白痴的 比如 为了女人 爱情啊 尊严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发狂的时候 二人挤出人群 桑桑养着黑黑的小脸 不解问道 我们为什么不留下来看 我记得 在未成时 你很喜欢看热闹 那年杀猪的时候 你蹲在旁边看了整整一宿 杀牛杀羊看得多了 那年杀猪 可是未成有史以来头一遭 这么稀罕 当然要仔细看看 决斗这种事 长安城里哪天不发生几起 要看的话 以后有的是机会 宁缺平和说道 而且 这里是长安城 我只想老老实实的进书院读书 可不想惹出什么麻烦 从今以后啊 我们就要像两条狗一样 把尾巴夹起来做人 桑桑摇了摇头 心想我可不想做母狗 至于少爷你 在长安里少杀几个人就好 夹起尾巴做人这种事 实在是很不适合你啊 找间客栈 仿佛读出了他的心思 宁缺带着失败的情绪说道 我困了 桑桑指着前方街边 某桩建筑说道 看 那儿有间客栈 第二十八章 将军府外 有间客栈 那客栈自然不可能真的就叫有间客栈 随意凑合一夜 宁缺和桑桑第二日 揉着眼睛打着哈欠走出了客栈大门时 都还没有把这间客栈的名字记住 在街头寻了位慈眉善目的老妈妈 问清楚道路 主仆二人便向南城走去 一路穿向过街 问路 又问路 终于看到了两棵大槐树 看到槐树的那一刻 小时候应该模糊 实际上非常清晰的记忆 一股脑地涌出了宁缺的脑海 他闭着眼睛 想了会儿 然后带着桑桑走了过去 两棵大槐树中间 有一条幽静的街巷 宽窄可以过马车 但也并不显得如何奢阔 街道两旁 不知是何家的宅院 没有传出一丝声音 很多参天大树 从院墙里伸出来 搭在三两行人的头顶 遮住了春日的清光 洒下一片阴凉 走到街巷中间 有两处府邸大门相对 右手边那家 肃立的石狮格外安静 上面没有显眼的灰尘落叶 珠门锦合 同环无声 左手边那家 却显得破败很多 门上漆皮脱落 两道风条 颓然无力地在风中 飘着残余的片段 石狮只剩下了一个 另一个不知道被搬去了何处 随便剩下的这个也已残破 缺耳漏爪 基座后方 积着黑乎乎的老泥 有些像凝固的血 宁缺看着前方那座 残破的石狮子 想起小时候 和小顺在尸旁嬉戏打闹 然后被府里大人捉去 家法收拾的往事 紧接着 走过府旁那道脚门小巷 他仿佛又看到了四岁那年 为了躲避先生的木板 带着那个小家伙 勇敢离家出走的画面 桑桑的目光 在两扇大门和宁缺的脸上往复 感觉到他此刻的心情 黯淡复杂而低落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情也低落伤感起来 觉得这些巷子里的风 有些冷 那座破败的院子 正是前宣威将军 林光远的府邸 天启元年 皇帝陛下巡视难则 长安城内爆出通敌卖国大案 亲王殿下亲自主持审礼 宰相及诸公卿旁观 最终确定 林光远叛国罪名成立 林府被满门抄斩 这个案子已经被办成铁案 朝野之间根本没有人想去翻案 即便有些记得此事的人 偶尔想起那些本不应该死去的 匍匐管事之流 痛惜之余 更是痛恨林光远此人罪恶滔天 不止让自己身败名利而死 还拖累了这么多无辜 将军府被朝廷收回后的十余年间 曾经有几次要被刺出 只是受刺的官员一听说是此兄弟 纷纷静械不敏 左右长安城地阔宅多 他们倒也不怕自己没地儿住 只是这样一来 这座府邸便一直空在这条巷子中 变得越来越破败 走到将军府大门时 宁缺眼眸里的黯然一闪而过 面容上再也看不到任何异样的情绪 他没有停留 甚至连脚步都没有变得缓慢一丝 依旧如常迈步走着 于是背着大黑伞的桑桑 只好依旧如常 近乎小跑般艰难地跟着 大大的黑伞在小姑娘的背上 被弹离然后落回 啪啪响着 就像是代表时间流逝的古典 二人就这样 平静地走过长巷 走过珠门和破门之间 寻寻常常 就像是两个最寻常的外乡游客 春日误入长安城内某街巷 那处凶宅没人要 对门的宅子却很抢手 为什么 当年宣威将军和通义大夫对门而居 宣威将军满门抄斩 同义大夫却扶摇之上 现如今已经是文渊阁的学士 他老人家当年住过的府邸 你说 嘿嘿 该有多少四五品的官员想沾沾光 街巷尽头 拐角一出饭馆 宁缺和桑桑二人坐在角落一张小桌上 安静地吃着小菜 喝着西粥 耳朵却听着那些街坊老户的闲闹 对于这些在街坊里住了数十年 甚至几辈子的老户们来说 最值得他们聊的事情 自然是当年将军府的叛国案和通义大夫的青云大道 每日围着这些说来说去也不嫌腻 倒合了主仆二人的心意 说起曾经学士 他老人家当年不过是个通义大夫 后来却忽然间青云直上 这里面有件妙事 不知道 你们听说过没有 嘿 那事当年闹得那么大 甚至连宫里都发话了 住这片仿市里的人谁没听说过 一中年男子摇头嘲讽说道 堂堂通义大夫 嘿 却娶了个汉妻 正是夫人阴度生恨 居然对妾室的肚子下手 这不出奇 结果那妾室千辛万苦的给生了出来 而她呢 还要对那可怜的孩子下手 最后啊 要不是宫里下旨 谁知道这府里会闹成什么样子 你们只知道宫里发了话 那你们知道不知道 谁发了话 先前说话那人冷声一笑 长声向长安城北北摇摇一依 好叫你们知道 那是圣皇后知晓此事后勃然大怒 亲自首书一封交给曾经大人 命她好好管教自家婆娘 哦 是皇后娘娘呀 桌旁饮酒那树人对视一眼 露出了了然于心的笑容 全天下都知道 大唐帝国有位极了不起的皇后娘娘 深得陛下宠爱和绝对信任 甚至手中握有批阅奏折脏脾官员的大权 但这位皇后娘娘 当年只不过是宫中很普通的一名妃子 用民间的话说 她当年是皇帝陛下的小妾 然后才续贤成为正妻 有这样出身的皇后娘娘 对通义大夫府里的家事如此上心 因为大夫正妻灵虐小妾 谋害妾生子如此愤怒 大家都想得到 到底是什么原因 话说 那曾经大人 正妻出身清和俊大姓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才一直多有忍让 只是没想到别人眼里的妾懦文官 狠起来 嘿 还真狠 皇后娘娘手书送进府中后 曾经大人连夜召集家人 当众杖杀了那三名谋害妾生子的管事 然后又用两剂耳光和一台小轿 直接把夫人送回了清和郡 竟是这般干净利落的修了妻 话说 老大人当年如此决断 多半也是在皇后娘娘威势之下 迫不得已的自保之举 只是却没有料到 他做得干净利落 倒入了娘娘的亲眼 觉得此人慎用 再加上 后面一些缘故 竟让这位老大人 从此 关运亨通 如今 已是入了文元阁 都说是福祸相依 可谁敢设想 家有汉妻 杀妾灭子 到最后 嘿嘿 竟能成就一个男人的仪式功名 第29章 重逢七年间 酒桌旁众人一片唏嘘感慨 宁缺和桑桑在角落里 拨着碟中的咸菜丝 默默地听着 喝西粥的声音也很唏嘘 他对那位曾敬大人 已经没有太多印象 但对那位汉如猛虎的夫人 却是记忆深刻 至于这场家斗斗到宫里去的大戏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论对错 反正这些事情 与他也没有关系 他更关心的是大夫妇对面的情况 和曾敬大人相比 那位林光远将军就算是倒了血霉啊 这话不对 压得敢 叛国谋逆死一千遍 也算是便宜他了 只不过 府里 哎呀 那些人真是可怜呐 老人拿起快奸 戳破碟中的咸淡 就着那抹滋味 引了口便宜的莲花白 嘖嘖叹息道 哎呀 你们都没亲眼见过 我那天刚好在 将军府里那是傻声震天呐 人头落地就像是吸过落地般 砰砰之响 哎呀 那血呀 从大门下边漫了出来 嘖嘖嘖 惨哪 哎 我不是想替那个贼人说话啊 只是这世上的事情啊 有些时候想起来 琢磨起来确实不是滋味 当时 街坊都知道 朝中有几个官员和宣威将军交好 可事发之后 硬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将军说说话 哎呀 事后啊 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啊 老人放下酒杯 下意识里看了看饭馆四周 看了看门外的街道 压低声音说 哎 你们听说过城门狼黄兴吗 他是宣威将军从边塞带回来的皮匠 结果 首告将军叛国的就是他 要问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嘿嘿 人家投靠了亲王殿下 现在混得好着呢 哦 哦 还有当年那位周五孝位 据说现在也挺不错 也不知道 这些人每日里 花天酒地的时候 会不会想起宣威将军府里的人头 哎 如果想起来 又是啥感觉呀 快间占蛋黄就酒 虽然慢 但是还是会吃完 酒桌旁的长安闲人 把家中旱期规定的每日莲花白份额喝光 便结束了闲闹 笑着拱手告别 宁缺和桑桑依然坐在角落那张小桌旁 桌上的青粥早冷 烟白菜的边缘都被风吹得干卷了起来 却明显没有离开的意思 少爷 你和将军府究竟有什么关系 桑桑看着他认真问道 宁缺笑着回答道 自然是有关系的 我是问什么关系 不是问有没有关系 桑桑认真地纠正道 宁缺沉默片刻 渐渐脸了笑容 一本正经地说道 可是这个关系不能说呀 你现在是我的侍女 一旦说出来 朝廷会把我们 一起砍头的 桑桑看着他的眼睛 知道他是在说笑话 摇头说道 少爷 你就是在说废话 在我大堂 废话害死的人 可不比蛮人杀死的人少 宁缺笑了起来 回答道 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就是不能说 因为一说就要死人 所以非要我们说的时候 那我们就一直说废话好了 说完这句话 他重新拾起木块 卷起右手上的袖子 目光在桌上的五小盘 咸菜和两盘冷粥间来回 犹豫着接下来该用什么打发时间 这时候 一个年轻的男子走进了饭馆 这个男子身材很瘦小 长相很普通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黑 黑乎乎的脸像是用了多年的黑锅底 比桑桑还要黑很多 桑桑大概是很少看见 比自己还要黑的人 忍不住抬头 好奇地看了两眼 又觉得这样显得有些不礼貌 正准备收回目光时 却惊讶地发现 这个黑瘦的年轻人 竟是朝自己的角落走了过来 他身体微微一僵 右手伸到背后握住了黑伞的中段 黑瘦男人并不是冲着他们来的 静止坐到与他们相邻的桌边 伸手要了几个韭菜 桑桑心情稍微放松了些 没有注意到 这名黑瘦男人正和宁缺 相悖而坐 距离极近 黑瘦男人走进饭馆的时候 宁缺并没有认出来他 毕竟当年在燕镜山林里相遇时 他们的年纪都还很小 对方叫他小宁子 他叫对方小黑子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宁缺已经变成了少年 对方也已经变成了气度沉稳的青年人 宁缺夹起一筷子咸菜放进嘴里 扑吃扑吃嚼着 就像是姑娘家忍不住眼嘴而笑那般 直到嚼了几下才发现 这是自己最不爱吃 而桑桑最爱吃的醋泡青菜头 看来这几年混得不错嘛 宁缺忍着笑意说道 桑桑的筷子刚伸到醋泡青菜头的叠边 脸上露出些抱怨的神色 心想 少爷今天怎么转了姓 和自己抢东西吃 忽然听到宁缺的问话 反应过来 他应该是在问 那个刚走进来的黑兽男人 快肩不由僵在了蝶边 黑兽男人肩头微微抽动两下 似乎也是在忍笑 说道 怎么也没你混得好啊 就你这缺德玩意儿 居然也能通过书院的出河 居然还把当年那个小丫头 骗成了自己的小侍女 真他妈的缺德呀 说起来 他好像不认识我了 七年前的他才多大点儿 他又不是我这种生而知之的天才 宁缺端起周晚 没有好气的回应道 赶紧说正事 当年杀我全家的那些杂碎 你究竟帮我查到了几个 还有 秃逆全村 以及后来帮着下侯遮掩的那个家伙 你又查到了几个 黑手年轻人回答道 当年首告林光远叛国的人 全天下都知道是谁 不过 里面那几个出来做共 把这案子定成铁案的家伙 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只查到了有两个家伙 八年前就出了狱 还在长安城里 说起来很妙 这两个人 现在混得都很一般 也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后悔 当年的决定呀 宁缺没有回头 沉默思考 黑衣青年人忽然回过头来 猝着眉头说道 哎 为什么要背对背坐着 为什么寄信要转那么多弯 你这家伙从哪儿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怎么总觉得 咱俩就像是敌国奸细在碰头 宁缺无可奈何的五额叹息 看着他那张幽黑朴实的脸说道 他妈的 不是说你现在奉军部命令 在做什么帮派卧底吗 我哪知道你们这帮卧底这么不专业 黑手年轻人黑黑笑着 张开双臂说道 管他求的卧底 这么多年 总得看看你和桑桑变成什么模样才是 宁缺心不甘情不愿地张开双臂 在这间破饭馆的阴暗角落里 和对方拥抱了一下 黑手年轻人叫卓尔 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朋友 他们两个人相遇的时间很巧 相遇的原因也很巧 巧到两个人只用了 讲述了两个故事的时间 便决定成为彼此人生道路上的同伴 永不背离 因为他们人生道路上 有一个相同的目标 杀死夏侯或者还有那位亲王 第三十章 我见朱雀多肃杀 天启六年 大唐与燕国开战 夏侯将军率领的右路军失期不至 被朝廷言指训斥 夏侯将军回禀 在黄丰岭一地遇到燕国伏计 右路军斩之在追 故而失期 长安城里的人们并不知道 夏侯率领的右路军斩杀的燕国伏计 其实全部都是黄丰岭一带的帝国边民 数个村落被右路军屠杀一空 夏侯用那些壮年村民男人的头颅冒充燕纪首领 事后却把这些村落被屠的责任 推到了燕国人那边 整个村子被屠 无论放在任何地方都是大事 尤其是在大唐帝国 所以朝廷并未就此相信夏侯的辩解 派出得力官员前去调查 然而那些村落早已被屠空 没有任何人证 调查官员也有些问题 于是朝廷事后得出的结论是 夏侯所言属实 因为屠村一事 燕国人付出了河西一带大片沃土 又派出太子为人质 才勉强平息了唐人的怒火 只是没有多少人知道 那些被砍掉头颅 又被放火焚烧的村民 将在阴间背毫着怎样的冤屈 也没有人知道 有个黑瘦的少年 从村子里逃了出来 那个黑瘦少年就是卓尔 他与宁缺在闽山边相遇 然后被一位修行者带走 直到今日 诶 你现在是个什么境界 不过还是动玄 哟 你这个修行白痴 居然也知道境界这个东西 哼 那当然 修行这么简单的事 本来就是很白痴 宁缺 其实只是在久别重逢的朋友面前 炫耀一下自己刚学到的那些知识 哼 动玄你个头 那位可怜可敬的师父直到死的那天才刚刚踏入不惑 诶 至于可怜可悲的我呀 现在还在出镜里哭哭爬着 不然 老子用得着当个屁的卧底呀 宁缺嘲讽的看着他说道 诶 也真不知道 当年那个老头瞧中了你什么 老子死记败咧的跟他走 他偏不要 就是看中了你这根憨蠢的黑探头了 卓尔出奇的没有反驳 沉默了很长时间后说道 小宁子 其实后来我一直在想 我跟着师父什么都没有学到 你这么聪明 那时候 如果是你跟着师父走 会不会更好一些 至少不会像我现在这样 在军中混了这么多年 还是没能混到夏侯府的身边 上层的那些消息 怎么打听都打听不到 宁缺静静的看着他 忽然笑了起来 说道 谁说你没打听到 至少现在 我们知道夏侯一天上几次茅测了不是 这些东西 对杀死他没有任何帮助 哎 有帮助 宁缺认真的望着他的眼睛说道 来的路上 我杀死了夏侯的一个刺客组 全部都要靠你这些年给我的消息啊 卓尔很清楚 夏侯属下的刺客组拥有怎样的实力 他震惊地看着面前的少年 想不明白七年不见 这个家伙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奇遇 竟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但他没有说出心中的疑惑 只是笑着问道 第一次杀夏侯的人 感觉怎么样 感觉良好 宁缺回忆当时三刀砍出去的感觉 悠悠说道 忽然间他猝起眉头 盯着卓尔幽黑的脸说道 被人发现你我之间的关系 那可不大妙啊 嗨 长安很大 不要以为随时都能看见敌人 而且你应该明白一件事情 对于那些大人物们来说 将军府的人已经死光了 我们那个村子也被涂光了 所以你和我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人 自然没有谁会警惕我们 说起来 你堂堂夏侯将军亲兵队 御用打杂人员 怎么摇身一变 成了你说的那个什么 金鱼帮的金牌打手 嘿 我跟着上司数职回京 没想到军方把我摇了过去 做碟子 另外 我们那个帮不叫什么金鱼帮 叫鱼龙帮 上司要我去盯着我们帮主 因为有人怀疑他和越伦国有关系 你知道的 朝廷贵人们很多生意 甚至是军方的物资运输 有时候就要靠这些帮派 维持秩序打理 如果他们和敌国勾结起来 问题会很严重 我们帮主 宁缺皱眉看着他说道 这四个字有问题 说明你很尊敬这位帮主大人 你现在甚至已经把自己 当成了帮里的当红打手来看待 小黑子 你要清醒一些 你虽然没有当过卧底 但看的就多了 知道卧底这种角色 不能动感情的 一旦动了感情 最后下场肯定非常悲惨 我们帮主 是个好人 卓尔低下头 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抬起头来 看着宁缺认真的说道 其实 他应该已经看破我的身份 但 他没有对我做任何事情 宁缺还想再劝他两句 卓尔举起右手 坚定地表示拒绝 说道 他是我大哥 是我很尊敬的大哥 你不用再劝 相反 我有件事情要求你 如果 将来我出了什么事情的话 我希望 你在方便的时候 替我还些恩情给我大哥 宁缺沉默 静静看着他 他不清楚 在那个都城长安最大的帮派里 曾经发生过哪些故事 但他看出了卓尔的严肃认真 不由对那位帮主大哥生出了好奇 那是一个怎样的江湖大佬 竟能让卓尔如此福气 即便死了 都担心还不了恩情 七年之后第一场谈话的末端 两个人简单叙述了一下最近的情况 卓尔听说了北山道的刺杀事件后 震惊地问道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搭上公主那条线 就算是他和咱们的阶层差得太远 但只要你拿出当年对我师父 死结白脸那劲 这世上哪有人能拒绝得了你 宁缺摇摇头 很坚决地说道 不行 那位公主殿下看似贤良多恩 实际上天真愚蠢白痴 跟着他走 随时可能丢掉小命 双方就在小饭馆分手 宁缺和桑桑先行一步离开 再次开始问路 问路 再问路 眼看着便要走到客栈所在的仿式 天却丝丝缕缕下起雨来 砰的一声 大黑伞像朵黑色的莲花 盛开在二人头顶 把满天雨丝遮住 桑桑用双手紧紧握着伞柄 仰起小脸 疑惑地问道 你为什么总要说公主白痴 其实他人真的很不错 很不错吗 宁缺看着面前雨中的道路缓缓摇头 直直通往北方皇宫的朱雀大街 本是灰色 被雨丝浸润后 却变成了黑色 宁缺和桑桑站在道旁望去 只觉得像是一道又黑又长又直的缎带 配在壮阔长安城的胸口 轻力庄严而又令人心计 尤其是大道中间雕汇的那方朱雀会像 两个毛子不努而微盯着他们 竟似要从石块尖飞起来扑杀自己一般 黑散下的主仆二人同时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那股 肃杀古异 恐惧从身体最深处狂涌而出 牵着的两只手瞬间变得冰冷无比 僵硬的无法迈动脚步 他们就这样撑着大黑伞 艰难的站在道旁 不知道站了多长时间 直到最后风消雨停 阳光重新笼罩长街 行人穿行四周 他们才回过神来 定神望去 那片深刻在玉道上的朱雀画像 却没有任何异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